在动画中,我们可以看到PCB热门股猩猩,见顶,金像店,定颖和南店的月营收变化。 为什么在PCB产业中我们选择这五间厂商呢? 主要是因为这五间PCB公司近期的股票成交金额较大,以及近半年来的股价涨幅较大。 电影近半年来大涨了约223%,金像店近半年来也大涨了147%,月营收的资料是从2001年6月到2023年7月。 以月营收的角度来看,星星的规模其实还是比金像店大很多的,但以近五年的营收资料来看,金像店的营收成长力道确实是比星星还要大,或许这就是金像店股价这么强的原因。 但从本益比的角度来看,要注意目前金像店要比星星还要贵,金像店目前本益比大约28倍,星星的本益比只有12倍。 营收,也称为营业收入,是指一家公司在特定期间内所实际实现的总销售收入,位于损益表的最上面一列。 它是公司营运绩效的一个重要指标,反映了公司在特定期间内所实现的销售表现。 而月营收又是台湾资本市场特别要求要上市柜公司提供的数据,在其他国家,公司通常只需要报告其每一季的营收,这给投资台股的投资者一个较大的优势,可以细看到公司每月的营收绩效。 在价值投资和财报分析方面,营收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一,营收是评估一家公司业绩的关键指标之一。 投资者可以透过追踪月营收的变化,了解公司的营运状况和趋势。 持续增长的月营收可能表明公司有强劲的需求和市场份额,而下降的月营收可能意味着公司正面临市场竞争,需求疲软或其他挑战。 第二,营收可以做趋势分析,透过比较多个月份的营收数据,投资者可以分析营收的趋势。 这有助于确定季节性变化,市场周期或其他影响营收的因素。 趋势分析可以帮助投资者更好的评估公司未来的业绩表现。 第三,公司的月营收也可以作为经济指标,反映特定行业或整体经济的健康状况。 例如,一家汽车制造商的月营收增长可能暗示着汽车市场的强劲需求。 第四,营收可以配合其他数据做财报分析,在财报分析中,月营收是评估公司财务状况的一部分。 它可以帮助分析师评估公司的收入稳定性和增长潜力,并与其他财务指标如毛利率、净利率等相互关联。 总之,月营收作为一个关键的业绩指标,在价值投资和财报分析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帮助投资者了解公司的业务运营状况以及未来的增长潜力。 欢迎来到Sumford Zone,我们的目标是帮助价值投资者更了解他们投资的企业。 若您想要在价值投资的路上成长,请订阅我们的频道,并按赞此影片。 华尔街靠频繁交易赚钱,而我们作为价值投资者是靠长期持有赚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旧金 regionへ已经在赚钱难哈囉i bk r 银透证券可以买多采多资的ETF 譬如说TQQQ 也就是三倍跟踪纳斯达克指数ETF 这个在台湾赴委托要提出至少3000万财力 证明你是专业投资人才能买 第三 银透证券可以买小数股 小数股意思为购买单位不足一股 适合高价股 像波克夏海瑟威一股49万美元的 银透证券可以自己设定花多少钱买 不用一次买一整股 譬如说可以设定购买100美元的波克夏海瑟威 小数股的缺点是没有投票权 但小数股的鼓励还是拿得到的 Sunford Zone在这边提供IB银透证券专属开户优惠连结 连结放在描述栏的开户教学文章里面 每入金100美元可获得1美元价值的IBKR股票 最多可获得价值1000美元的IBKR股票 这边强烈建议认真看待自己的投资的朋友们 开户完成30天内就入金1万美金以上 并在适当的时机买入便宜的好股票 且长期持有至少一年以上 因为巴菲特说过 投资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及早开始 巴菲特从大约10岁就买入第一只股票 从此像滚雪球一样将财富持续累积 才达到现在的成就并持续学习与成长 2368的金像电主要业务为印刷电路板 其毛利率在PCB同业中算在平均之上 2023年第二季毛利率在22% 首先在生产基地方面 金像电主要在台湾厂和苏州厂生产中 高阶的交换器板和四伏器板 而长熟一厂则负责中低阶四伏器板 长熟二厂则是MB底电板厂 预计2023年的资本支出将于2022年持平 大约在12到14亿元左右 主要适用于更新和升级设备 但为了满足客户的分散生产需求 金像电也在评估在东南亚地区建立生产基地的可能性 如果确定下来 可能会进一步增加资本支出 在AI相关四伏器产品方面 金像电预测 2023年第三季度的表现将优于第二季度 预计2023年下半年 AI四伏器的收入比例将达到5%到10% 这将推动公司整年营运逐渐增长 如果客户的需求维持正常 金像电预计第三季度的营收将实现双位数的季度增长 随着AI时代的来临 金像电凭借其技术优势 有望在AI四伏器和高阶网络通信领域取得竞争优势 自2023年第二季度开始 公司的业绩已经开始回暖 并且随着传统旺季的来临 预计金像电的业绩将继续攀升 金像电2023年第二季度的总营收为69.29亿元 上半年的总营收为132.61亿元 年度下降13.8% 不过金像电表示 2023年的业绩将逐渐增长 随着AI四伏器产品的出货开始 预计2023年下半年 AI四伏器相关产品的收入比例将达到5%到10% 而2024年可能达到两位数的比例 金像电持续提升技术能力 致力于数据智能管理 引入更精密和节能减碳的设备 同时调整产品结构以增加价值 希望减少碳排放并提高盈利 此外 为了满足客户对非中国大陆和台湾生产地的需求 公司从2022年底开始积极评估在东南亚建立工厂的可能性 并计划在2023年6月初在泰国巴珍府进行投资建厂 预计到2025年将开始量产 接下来谈谈高阶AI四伏器如何对供应链产生影响 高阶AI四伏器使用的同伯机版CCL和印刷电路版PCB 以及高密度互联版HDI的需求 大约是一般四伏器的5到8倍 在这方面男子电在NVIDIA的通用机版中处于领先地位 金像电在非NVIDIA的AI通用机版和四伏器主板中也领先 而新兴在NVIDIA的LAM操作维护管理HDI方面领先 并且在通用机版方面也表现出色 AIGPU的需求主要集中在领先的ABF载版制造商 如日本的伊斐电E Biden和新兴 而其他载版制造商可能会受到影响 导致供应超过需求的情况持续较长的时间 感谢您提供宝贵的时间观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影片 请按赞并订阅就可以得到更多有价值的内容 此外请访问我们的网站sunfordzone.com 以获取更多数据驱动的基本面分析 并加入我们的Discord社群 与其他投资者一同讨论交流 您有什么想法 请在下方留言 我们也想向您学习一些东西